后来发现这名确诊的贴身幕僚 在9月底曾经二度陪伴川普搭乘空军一号 感染科的专家就说 川普在飞机上感染几率非常高 但是指挥中心则是表示 飞机上的空调都是经过特殊的处理 川普应该是没有戴口罩才会染疫的 台湾3月底才爆出最毒班机华航CI-011 机上爆发12人新冠肺炎群聚感染 也被称为最毒班机 难道飞机上染疫几率相对高吗 如今美国总统川普确诊新冠肺炎 而前一天他才证实幕僚已经染疫 29号及30号接连两天 证明确诊幕僚都曾陪川普搭乘空军一号 因为飞机是一个封闭的空间 两者可能接触的距离 也会在一两公尺之内 川普的感染源应该就在来自飞机上被感染的 感染科专家认为川普有可能是在飞机上感染 而先前美国研究发现飞机上包含厕所门把 还有座位前置物带 以及座位前方托盘桌 还有冷气出风口 都是可能接触病毒的位置 德国研究还发现新冠病毒在这些地方附着力可长达九天 而且靠近走到座位比起靠床座位接触病毒几率大增 但指挥中心认为 染病主因并非机上感染 在飞机上面它有一个空调 其实有做过一些特殊的处理 所以并没有想象说这么容易被传染 至少是戴口罩 然后这个去上完厕所 要注意这个洗手 也有看到说 这个川普他大部分时间都没有戴口罩 川普总统未戴口罩 确诊幕僚贴身陪伴 加上两人在飞机上共处一室 也让染病风险大大提升 记得张俊慧 杨湘晓瑜 SNG台北报道